今天是二十四節氣的除暑 那麼說到了除暑也是秋天的第二個節氣 而除這個字本身呢 還有著停止中止的意思 代表暑氣會逐漸的消散掉 但目前來講 整個台灣都還是相當的酷熱 的確就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壓的影響之下 我們可以留意到說 其實溫度方面都還是特別的熱 高溫方面都可以來到了三三到三十六度之間 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 還有像是在中南部的近山區 花東縱谷 一樣都是可以飆到了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溫 不過今天雖然受到了高壓的影響 但是高壓勢力沒有很強 因此抑制不了午後的熱對流發展 而接下來講主要的降雨區域 都還是比較集中在山區為主 而在平地方面受到了中高層風向的影響之下 其實像是在大台北的盆地 還有在中北部地區呢 在東北部一帶 都還是會有午後雷雨發生的情況 同時會有較大雨是出現的可能性 來到了這個週末假期來講 更可以發現水氣方面是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那麼跟今天來比呢 可以留意到這個午後的降雨的範圍 也是在明顯的擴大 或者是原本的大台北盆地之外呢 就連其他的北部地區 還有在中南部地區整個西半部 都有很高的降雨機會 而在那裡關心的是颱風的最新動向了 我們可以感受到呢 的確最近颱風生成的頻率是越來越快了 那麼原本位在台灣 東南方3000多公里的海面上 這個熱帶性低吸壓 也是在今天的凌晨2點鐘 正式的發展成今年的第10號颱風 名字叫做珊珊 那麼這個珊珊颱風呢 也是8月以來第6個深層的颱風 依照它的路徑來看呢 是會朝著日本的方向來走 那麼過程當中 也會在進一步的增強為一個中路颱風 雖然對於台灣沒有什麼直接影響 但是如果您是要在下個禮拜一 或者是禮拜二 前往日本像是關心 或者是四國的話 還是要留意颱風的最新動態 再關心各地更詳細的天氣預報 首先來看到是在北台灣的部分 基隆30到32度 雙北市31到36度 桃竹苗地區30到35度 降雨機率最高可以來到40% 中部地區台中31到34度 彰化南投30到34度 雄林加義29到33度 降雨機率都是20% 南台灣台南30到33度 高坪30到34度 降雨機率也是一樣 都來到20% 東半部的宜蘭30到33度 花東30到33度 降雨機率也是20% 最後是在外島的部分 連加28到31度 金門澎湖28到32度 降雨機率最高在金門來到20% 最後的天氣小丁 要來提醒大家 既然天氣真的是相當的不錯 高一方面都可以來到33到36度 不過在5號的降雨的部分 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 跟東半部地區 都還是滿容易會有雷雨發生 外出的時候要帶傘出門 而青台深山深沉 預期是會朝著日本的方向前進 以上是這集的氣象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見